下面我说一下富士T20这款相机模式如何调整 全自动模式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在这个快门速度的波盘这里有一个波盖 那我们把它调到AOTO这边 这个时候相机就是处于全自动模式 那么我们开机 现在去拍照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全自动模式状态下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菜单键 从左边的第三个菜单选项里边有一个场景定位 我们可以通过场景定位选择合适的场景模式 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光圈优先模式 也就是说如何调光圈 相机如果想要调光圈 我们可以把相机首先从AOTO这个模式调到它上面这个模式 然后第二步就可以直接调整光圈了 调整光圈我们首先观察一下镜头上面有没有光圈环 如果有光圈环可以通过光圈环直接对光圈进行调整 如果没有光圈环的镜头 比如这一支16-50就是不带光圈环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波动前面的这个波轮来调整相应的光圈数值 当光圈处于蓝色数值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是可以去调整光圈的 如果当光圈数值处于白色的状态时候 那这个时候光圈就是相机自动调整的 所以说我们调整光圈只要波动这个波轮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调整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的调整可以直接波动 相应的快门速度的波波盘 我们通过调整波盘 可以调整大体的快门速度的数值 比如说我们调到了60分之一秒 那我们把这个波盘波到了60 这个时候相机就是处于6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的状态 那假如我们想再对这些数值进行微调 我们可以在同时波一下后边这个波盘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到80 100 那如果想要调到125 我们就需要去找这个快门速度波盘的刻度了 比如说这个快门速度的波盘 可以让我们大体的调节相应的快门速度 如果对快门速度进行微调 那我们通过波动这个波轮就可以做到微调 如果说快门速度想用自动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快门速度的波盘调到这个A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是快门速度的调整 那很简单 如果说我们快门速度调到A 光圈数值我们处于这个白色的状态 那就是意味着光圈快门都是处在自动状态 也就相当于P档 如果我们调整了快门速度数值 光圈数值在这个白色的方式上 那这个时候就是快门优先的档位 这个时候就是快门优先的模式 那同样我如果把快门速度的波盘调到A 然后光圈数值我调成固定值 那这就相当于光圈优先的模式 这个就是这款相机的模式的切换 那我再讲一下这款相机的按键的功能作用 首先我们从正面开始讲 这个波伦是用来调整光圈数值的 刚才也讲过 也可以调整一些其他的参数 一般是用来调整光圈数值的 那这个灯是一个对焦辅助灯 一般情况下默认是打开的 如果说不喜欢这个对焦辅助灯 我们可以从菜单里边找到相应的选项 把它关掉 菜单里边有一个相应的AF辅助灯 那我们可以把它调到关 这时候这个灯就不会亮了 然后正面我们看一下右下角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用来切换对焦模式的 一般情况下调到S模式就是指的单次自动对焦 调到C模式是连续自动对焦 调到M是手动对焦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会把它调到S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机的顶部的波轮 左边这个波轮是用来切换驱动模式 在S模式就是指的单拍 也就是说拍照一张一张的拍 ADV1这个是指的一个滤镜的场景模式 那我们可以调到ADV1 然后我们从菜单里边可以找到滤镜的一个设置 在相机菜单的第三个选项 有个Drive设置里边有ADV1滤镜的一个设置 那同样ADV2滤镜也是有相应的模式可以设置 那根据个人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创意滤镜就可以了 然后CL就是指的低速连拍 CH是指的高速连拍 BKTE是指的包围 那同样我们还是在这个Drive设置里边有一个相应的连拍E设置 是指的BKTE 那BKTE我们可以把它设置相应的包围模式 比如说自动曝光包围或者感光度包围 或者胶片模拟包围 外平衡包围等等 那连拍E设置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两个常用的包围模式 进行对BKTE跟BKTE进行相应的设置 那画着一个摄像机符号的 这个很显然就是一个录像模式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两个驱动模式 第一个是指的全景模式 那么我们调到全景模式 可以根据屏幕的提示 进行拍摄全景照片 第二个模式是指的多重曝光的模式 那我们调到多重曝光 我们可以拍摄多重曝光的照片 那这个是指的驱动模式 这个是调快门速度的模式 刚才已经说过 然后这边是开机关机和快门按钮 最后这里有一个曝光补偿的一个模式 就是波盘 那我们平时是在默认0位置 如果说想要加曝光补偿 我们相应的调节曝光补偿的波盘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波盘不太好操作 那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把这个波盘我们调到C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波轮来调整曝光补偿 操作方法我们可以先按一下前面的波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相机的光标 从切换光圈调到切换曝光补偿 我们再按一下就会回到切换光圈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是曝光补偿的一个调节 这里有一个Fn按钮 这个按钮是一个自定义功能按钮 默认情况下它应该是会对相机的驱动模式进行快捷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调到创意滤镜我按一下Fn 可以快速的切换创意滤镜的模式 当然你也可以从相机里边对这个按键的功能进行更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背面的几个按键 这个按键是指的一个删除键 这个按键是回放键 很简单 我们回放之后可以通过删除按键 删除我们不需要的照片 A1-L是指的一个曝光锁定的按键 A1-L是指的对焦锁定的按键 后边这个中间这个波轮呢 是指的调整快门速度的一个波轮 那背后屏幕右边这些按键 首先Q按键是一个快捷操控的按键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按下Q之后 屏幕上出现的这些选项的功能 第一个是自定义设置 那默认我们会选择BSE 这个就是不做自定义设置 如果说我们有相应的自定义设置 我们可以存储到C1 C2 C3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快速的调整 这些相应的自定义功能模式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快速调整参数的一个目的 第二个就是调整感光度的一个选项 第三个是指的调整动态范围的一个选项 一般我们拍摄大光比照片 可以把动态范围相应的提高 如果拍摄光线比较柔和 我们调成默认100就可以了 然后是白平衡的选项 白平衡是可以控制照片的一个色温 那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降噪的设置 可以减少高感光度下相机拍摄照片的一个噪点 图像尺寸是指的图像比例 那我们可以通过转动波盘调整相应的照片比例 正常默认会是3比2 然后这个是图像质量 图像质量一般我们会调整FRNE 这个是指的最高画质的JPage格式的图像 如果想用RAW的话也可以调整相应的RAW格式 然后胶片模拟的功能 这个也是一个富士特色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胶片模拟 通过调整不同的胶片模拟 或者不同的拍摄色彩 高光色调是指可以调整高光模式下 可以调整一张照片高光部分的一个色调 同样这个是用来调整一张照片中阴影部分的一个色调 那这个色彩是指的对照片的整体的一个色彩进行微调 最后这个锐度就是指的照片的一个锐利程度 这些根据大家拍摄需要去自由调节就可以了 最下面这个是一个自拍的选项 我们可以通过波轮把它调整为2秒之后自拍 或者10秒之后自拍 然后是一个对焦模式 对焦模式主要是切换一个对焦区域的一个作用 那默认应该是这个广域对焦 一般我们拍摄照片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为单点对焦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闪光灯的设置 闪光灯的开启我们通过波动 驱动模式波盘的旁边这个开关就可以做到把闪光灯进行弹起 弹起之后我们可以对闪光灯的一些功能进行相应的设置 最后这个是指的一个屏幕亮度 我们可以对相机的屏幕亮度进行调整 这是Q这个按键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导航键 导航键四个按键首先是可以进行自定义设置功能的 当然它相机默认也是带有相应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默认功能的作用 方向键左键是一个调整焦片模拟的一个快捷键 方向键上键是一个调整一个对调模式的一个作用 方向键下键是用来选择相应的对调点 我们按一下下之后可以直接用方向键选择对调点 也可以通过触摸去选择相应的对调点 并且我们通过在对调点调整的选择的这个界面 我们拨动拨轮可以切换对调点框的一个大小 方向键右键是用来切换相机的一个快门的一个选项 我们相机默认会用机械快门 我们按下方向键右键可以调成ES模式 也就是指的电子快门再按一下可以切换到机械快门加电子快门的模式 然后它如果再按一下它不显示的时候就是用默认的机械快门 半可按键是用来返回或者切换屏幕显示的内容 以上就是这款相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操作 如果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这个技术客服 我们下期再见 一点都是准备的 就是准备的 看 onto我 也有一段时间在酸钧 就稍微有机械快门